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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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远冒大雪 有天寒地冻才对 能确认 我没白白浪费 爱你那些 如果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长情告别 等被烟烟瓦解 等在夕阳可见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躲不开的泪点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说爱你不变 小小好 江总好 坐吧 要不要给江小姐打个电话 来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 就是简单地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的设计进度 方秘书 今天呢 我们按照江总的要求 汇报一下 我们酒店的设计概念 叔叔阿姨 小姐醒了 醒了 我昨天睡得太踏实了 睡得特别香 我一看了都下午了 真好 真好 睡得踏实啊 就说明你没把我们当外人 赶紧洗漱洗漱 吃点东西啊 我专门去那个进口超市 给你买了软毛牙刷 忘买进口牙膏了 你忘了 你上回出差 不是买过那个进口牙膏 放在脸生的屋里了吗 对 有有有 我去给你找 我找去 阿姨你别忙了 我随便找个牙刷刷一下 就行了 我给你热豆浆去 菜我都给你留着呢 阿姨真别麻烦了 我随便用一个就行 不忙 反正我想想 是在哪儿呢 啊 啊 不 好啊 在这儿呢 谢谢阿姨了 啊 没事了 啊 在这儿呢 哎呀 哎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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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 李生跟谁的照片啊 啊 那 同事 啊 我也受不好 反正都是没用的东西 啊 对了 牙膏 牙膏在这儿 啊 谢谢阿姨 你去洗漱一下 吃点东西啊 好 还留着这些东西 真是 抓住了 醒啦 去把药拿来 哎 咯 啊 啊 好了 我承讯了 邀请我 我又婚了 婚多久 没多久 不过都吓死我了 刚才那一阵下去 要是再不行的话 我就要叫救护车了 这事 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 江村不是你亲生的 现在只不过是证实了 你心里的想法而已 刚才那个王律师 来个电话了 顺便问了一下 您的身体状况 我身体好得还 用不着急地宣布一种 人家只是问候一下 不过他听说了 你的身体状况 给了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现在江市内部传言呢 说您身体每况愈下 很多人 都已经向江村靠拢了 这两年正好又是 江村在打理公司 所以王律师提议 您干脆 就把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江村算了 这样呢 江村也名正言顺 公司也更好打理 我还没死 你还没死 好了 别生气好不好 别生气啊 人家王律师也不知道 江村 他不是江家的人 对不对 反正在外人眼里 您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公司迟早都是他的 谁说我一定要把江市 交给江村的 谁规定的 谁规定的 别生气啊 我 我还有 我还有博尔的 打电话 叫王律师过来 去啊 好 我这就去啊 安医生 药来了 你赶紧照顾老爷子 把药喝了啊 这是你见我的江建国 江家的一切 都只能是博尔的 江总 伊伦不在这儿 我找您有事 干吗 上次找博尔告状 还不够吗 江总 您误会了 我真的没在博尔面前 说什么 上次修改设计 是我不对 这点职业操守 我还是懂的 那你找我是干什么的 那你找我是干什么的 江总 本来你们的家是 我不方便多说话 但昨天博尔到我家来 他的表现很反常 我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我想来想去 觉得还是跟您说一声 您是不是可以 都关心关心 要知道 你不是我的妹夫 我跟博尔之间的关系 轮不到外人的差距 我说 我只要是 我只要是 我只是替博尔不值 虽然他不是您的亲妹妹 但他一直都把你 当亲哥哥看 他做什么事都在维护你 可你 他这些都跟你说了 他还说什么 他说 他没有亲人 其实我看得出来 您还是很关心他的 我不知道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其实波他特别好哄 你对他好一点 他立刻就开心起来了 说得好像 你比我还了解他 我知道在您心里 一直都觉得我在利用波 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该说的我都说了 要怎么样 您自己看人办吧 等等 他昨天是不是住你那儿了 没有 他睡我房间 我睡沙发 我爸妈都在 他们可以做证的 走走走走 赶紧走 赶紧走 等等 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关心不过 刚才的话我说回 没有亲人 怎么样啊 小致 伤好脸了没有啊 姐这段时间大孩子 闲下来的时候 我就想想我做的那些蠢事 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你 其实伤得也没那么重 所以都差不多好了 小致 姐真是对不起你 要不是我一想天开 把你送到姜家去 怎么会发生 后面的这些事啊 姐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姜家 你真的该回去了 我现在在家里 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也不能做 再这样下去 我肯定会疯的 好 姐听你的 姐回姜家好不好 过 你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真的吗 那还有假呀 再说了 我总之是要回姜家的 对吗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离开姜家 终于可以做回我霍芝了 可是想想啊 我离开姜家 都有半年多了 也不知道我回去 能不能适应 那小致 姜村这段时间 对你怎么样啊 你们有没有发生 一些有趣的事 或者是说 说过一些特别的话 送过你一些特别的礼物 是这样 姐真的怕回去露馅 我总不能再装一次失忆吧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都记了下来 到时候抽坑给你看 那她好了 好 这个是领生跟谁的照片啊 那同事 我也受不好 我撕掉那张照片 撕到前面有吧 这小子藏得这么深 哎 对呀 哎呀 喂 阿姨 啊好 好 来 签吧 这是什么 委托书啊 你爸让王律师 做的委托书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一旦你爸 丧失了行为能力 你就代替你爸 在江家行使一切权利 我 为什么是我呀 不应该是我哥吗 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之前公司 不都是我哥在打理吗 而且 而且我 我是爸的亲生女儿 博儿 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了 我都告诉你了 在你爸心目当中 你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你看看这个委托书 就应该清楚了 在你爸心目中 你比你哥重要 你爸更信任你 那他为什么不信任我哥呀 连我都能看出来 你哥和秦英处居心不良 你爸看不出来吗 再说了 你爸这么做 也完全是为了你好 他清楚得很 把公司交给你 你不会赶走你哥 可是一旦交给江村 无论是江家还是江市 以后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 那我 我爸现在也开始怀疑我哥了 你爸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如果不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谁能左右的了他呀 那这些事我哥都知道吗 博儿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你哥知道 他知道之后会怎么做 我们谁都不清楚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时候可不能心软 你赶紧签了字 只要你签了字 以后江家的一切 就都是你的了 不行 不行 我觉得这样 太对不起我哥了 博儿 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你自己想想 你为什么离家出走的 你不是也说你哥变了吗 来来来 赶紧签字 快签呀 这就对了嘛 博儿 刚才阿姨有点着急 你别在意啊 你要知道 无论在任何时候 阿姨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不认为我 博儿 别想那么多啊 你这么做 不算背叛你哥 只能是自保 还有 你爸还不知道 你哥在外面 有私生子的事 一旦他知道 很可能随时改变主意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任性 你赶紧回家去盯着他们 最好能搞清楚 他们下面到底想怎么做 咱们好及时想对策 听到没有啊 好了 我去吧 记住了 不要再跟你哥 和秦英苏对着干了 这样他们才能放松警惕 莫儿 你可算回来了 先生等着你一晚上 就碰你出事了 哥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哥 我向你道歉 之前的事情 对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乱发脾气的 行了 没什么大事 婆婆 公司的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别欺负你嫂子了 这事跟她没关系 知道了 哥 你去吧 嫂子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你的手有没有好一点啊 没什么事 大夫说再过几天就好了 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哥煮的馄饨 我给你也盛一碗吧 好啊 谢谢嫂子 来 哎呀 先生对你真好啊 知道你妖妞了 就吩咐我到药店 去把所有的糕药买回来 那你看 能买的我都买回来了啊 她人可真好 那可不一定功 那要看她对谁好了 对你呢 那是没得说 不过啊 你们两个以前可真没这么好 总是吵架 一出门呢 就和好了 这外人看不出来 那我可是清清楚楚的啊 貌合神离 哎 不过 现在你们俩可好了啊 先生对你呢 可是实心实意的 看着你们两个和好 我打心里替你们高兴 嫂子 明天我们去SPA 这是票 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吧 没有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是怕你太破费了 哎呀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那您早点休息 哎 哎 英素 博儿这事怎么了 怎么就一个晚上 跟变了个人似的 哎呦 我刚才真怕你们俩吵起来 晃天不负苦心人 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等着再回江家的时候 就应该没那么难熬了 什么出去回来的 您现在不就是在江家吗 没什么 这些是我突然大厅找到的货质的资料 话说这个货质也太可怜了 从小就被领养过两次 最后因为养父母生孩子 送回了福利院 再也没有离开过福利院 这女孩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回来了 竟敢说 我挺喜欢的 这女孩的离开 不能乱戴心 太有趣了 太可怜了 谁敢去负责 你真是我的 这也不过 你这样做吧 是什么 那是我的 我 这不是妈给你炖了鸡汤吗 我怕她医院家里两边不好 给你顺便带回来了 你这样是小孩麻痹 手要放松 来 这边再来 走 慢慢地回来 江春 你怎么也在这儿 咱俩真是太有缘了 这么大的事件 我们能在这车上 就在这两个凳子上遇到 真是太有缘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车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车上 我不告诉你 你干吗去 打他 辛苦你 这事就能这么做吗 算了 算了 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 你故意杀我是不是 你看 你老的太阳特别地毒 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出门带着她 她也没有保养意识了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叶离开北风以后 也别太伤感 太悲观 相信爱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能想到要写的事情这么多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干嘛 我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得灿烂 哭得夸张 你是答案 家人应该以互相安慰 互相扶持 互相取暖的方式存在 你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你说的这种家 挺家人 我也想要 比你更好 那就用爱来交换 穆太太 你这想什么想得这么开心啊 我在门口 都敲了半天的门了 有什么好事情 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没有 穆太太值得我什么事啊 这周末啊 佛律院有个活动 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呀 最近 你可是越来越懒了 是不是 找几根江森要孩子呀 能要 那行 咱们周末不见不散 我先走了啊 来了 我让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这是啊 我突然打听收集的 获知朋友的资料 说实话 没什么太大价值 这女孩叫萧雅 是获知的闺蜜 也是市医院实习医生 发生获知失忆的诊断 有这女孩的帮忙 还有别的吗 比如说她有没有什么朋友 你就直接问 获知有没有男朋友是不是 我 我没有 我就是问问她有没有别的 什么其他别的普通朋友 好朋友 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获知 有问题吗 普通朋友是吧 多普通才算普通啊 好朋友 多好才算好呢 你真是个贱货 不是 你这问得有问题啊 你 你还是我 行行行 是我多嘴了 好吧 我先走了 一会儿一会儿吃饭 好 那养一会儿吃饭 一会儿吃饭 两口 二咱俩 可是这根本是 好 小处军 我们就要熬到头了 冲农也要走了 你太不开心 这儿 应该是我一辈子 最难忘的回忆了吧 姐 现在就过去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 妈 延华 延华 妈 延华 妈 延华 我的孩子 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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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对不起你 妈不该抛弃你 可是延华你不知道 当时你一生下来 医生就说你有严重的心脏病 妈那会儿真是害怕了 但凡要是有一点点办法 妈也不会抛弃你的 你跟延苏 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了 可是那会儿 我妈实在是没本事 没本事赚钱去给你治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比得越来越严重 后来 你妈就把你带去了医院 然后就再也没把你带回来 只是那个时候 妈不是没有怀疑我 妈就想了 就算是你死了 妈也得见你最后一面吧 可是那会儿妈 没只为一句你爸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知道你爸也太累了 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延华 妈不会做你的妈 妈对不起你 妈 妈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 你们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到底哪儿不好 特别是看到姐姐的时候 我特别恨你们 我就想你们为什么留下她抛弃我 可是 可是我后来看到你跟我姐 过得也那么辛苦 我就能体会到 你跟妈当时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不恨你们了 妈我都不恨你们了 延华 你的好朋友 你说我那位大妈要对你这么凶 我怎么就这么哭呢 我怎么就没把你认出来 妈 妈 我现在不仅有了姐姐 妈还有了妈妈 妈 妈 你们别哭了 不想忍 就是一件高兴的事 妈不哭了 妈 妈 妈不哭了 joints 也是 对 你丢华 着 她丢华 有此人 你和她说 她生意 跟了你 可以 然后她认为 一奋 Palace 她丢华 你 你回来 我 她守护了你 你 妈就跟英苏商量了 我们俩打算 等你一离开姜家 就送你出国留学 好吗 出国留学 妈 我觉得我留在这儿还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我离开姜家以后 我可以去福利院教书 我都说好了 云华 这怎么行的 妈就期望 你能到国外好好地念书 然后找一个好人家嫁了 这样妈就安心了 妈 这事有点突然 能不能让我好好想一想 也行 妈 爸 你 你 没进来 林苏 你还有脸来啊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 你放手 孩子怎么样了 运速 是我不对 在你跟孩子 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守在你们身边 对不起 你根本就是怕 我跟孩子拖累你吧 你现在还有脸来找我 对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孩子是我的 我一定会负责的 我把我的车子 房子 还有所有的股票都卖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 你先拿着 咱们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行吗 我跟孩子都不需要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了 你给我闭嘴 孩子是我秦宿一个人的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马上就要回去 做回江太太了 我要风风光光地回江江 秦宿你是不是疯了 江村不可能接受孩子的 跟你没关系 还有我要告诉你 拜我的好妹妹所赐 江村现在跟秦宿的感情 好得不得了 所以说不定我回去几天 就可以找个机会 把孩子也带回去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你 从现在开始 永远地在我面前消失 秦宿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和孩子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你的报应 秦宿 秦宿我求求你了 秦宿我求求你 好吗 这些是我不对 是我对不起你 以后我会当牛座吧 还给你的好吗 这样跟你说吧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过就是个备胎 我现在 我连备胎都不需要了 你懂吗 所以不要再纠缠我 如果真把我惹急了 我知道你这辈子 都见不到你儿子 秦宿你会后悔的 一定会后悔的 这下我终于要解脱了 我姐回到姜家 会也就自由了 不用再看着 姜家人的脸色 可以安安安稳地睡一觉 你还在睡一觉 这段时间 我根本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你说你在姜家图什么呀 现在你姐姐回去了 折腾你这么久 大半年的时间 空手去空手回 好歹给点酬劳 别这么说我姐 那是你亲姐吗 要不是长得像 我才不信你 我姐跟我妈 还给我筹划了前途呢 还给我筹划了前途呢 等人姐姐回到姜家以后 他们打算送我出国留学 可是我不想去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妈说 我怕她伤心 留学 他们这是要把你赶出秦党 好不好 就你还闪了八戒 以为人家给你筹划前途呢 你长点心吧 霍迟 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我们想找高兴的 我们中午去吃什么呀 我请客 吃个品气都被你气饱了 哎呀 小雅 小小 你好 江先生有个快递 你请你筹划前途一下 好 谢谢 谢谢啊 我到了 行 我上去 小眼熟 是吗 我拿去 你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没关系 我姐到处找你 你去哪儿了 她找我 她应该巴不得 这位再也别看见我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不会来找江村吧 你找江村有什么事 怎么了 怕了 黄家文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让他对我姐还不死心吗 要破坏他跟江村的感情 你在红灯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你会以一个 好朋友的身份在我姐身边 一直帮助他 照顾他 获知 你到底了解解情因素的 你知道他的过去是怎么样的吗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还这么相信他 说得严重点你就是 他的帮凶你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姐 你信不信无所谓 重点是江村到底行事 你见到江村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就是给了他一封快递 你也好 江村也好 只有看了这封快递以后 才能知道情因素 到底是什么 现在这个时间 他应该已经拿到了吧 晚上提款 进 这儿有一份你的快递 看看 给我的 谢谢 帮我把咖啡去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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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i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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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顺便过来看看你 看我 看我什么 是这样 乳生生的经理给我打电话 说把我的合同 寄到了你这儿 我就想知道 你有没有收到 什么合同这么重要 明年的续约合同 是这样 你看黄家闻 不是不干了吗 我就想让你的律师 帮我看一看 没问题 不管黄家闻干了还是不干 只要我一收到合同 马上就会交给法务好吗 不用 不用 那个 我不想跟他们续约了 你如果收到了 你就给我就行了 可是我还没有收到合同 我给你 那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去找博尔了 做斯巴 好 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 没关系 有什么事打扰你 我们是一个大型的 您好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江總的快避 江太太您稍等一下 我幫您看一下 好 把東西重新分好給他 別讓他知道我看過 我知道了 沒有 不可能 剛剛快遞就說送到了 你再幫我找找 對了 剛才有份快遞 方秘書拿走了 謝謝 江太太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江太太 方秘書 我正要找你 我也正好要給你打電話 這個江總說呀 你有一份合同要寄過來 可是我今天 只有這一份快遞 我還沒來得及給他 你看看是不是這個 就是這個 江總還沒看到吧 上午的事太多了 還沒來得及給他送過去 方秘書真是謝謝你了 你不知道這個對我有多重要 改天一定請你吃飯 那我先走了啊 嗯 黑店 我會不知道 其中間 我會哭 你會不會 我會不被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看我 你... 你怎麼會 我 這個黃家文 到底要幹什麼呀 喂 博爾 博爾 今天不好意思 不能給你去SPA了 這樣吧 改天我請你 可以嗎 好 沒關係 那就改天吧 氣死我了 我剛對這個請你 做好一點 他反倒自己抖起來了 生氣就生氣吧 現在我有更重要的 事情要做 姐 是我 我現在有件 特別重要的事 要跟你說 我 你嚇死我了 你怎麼不向門 就進來了 這裡還有幾處 細節設計 需要你們再確認一下 我剛才去找你哥 但他不在 就先放你這兒了啊 怎麼了 誰又惹你了 你 我 我今天剛來 怎麼惹到你了 就是你 好好好 都是我的錯 那我先走了 你什麼時候消氣 我什麼時候再來啊 你去哪兒啊 你說我惹你生氣 我站在這兒 豈不是蓋你的眼 那你知道我生氣了 你不會哄哄我啊 我也想哄你啊 但我得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 你 你跟那個情訴 是怎麼回事啊 什麼怎麼回事啊 我都看見了 你看見什麼了 我看見你剛 你剛才 看她的那個眼神 你都沒有這麼看過我 你又胡說什麼呢 她是你嫂子 我再吹 也不會打她的主意啊 真的 我騙你幹嘛呀 好吧 信你了 我現在是一看見她 我就煩了 快煩死她了 你哪是一看到她心煩啊 從我認識你第一天起 你跟她就像上輩子 有什麼仇似的 如果我跟她 上輩子是仇人就好了 我這輩子 您可不認識她 沒見過她 哎呀算了不提她了 走吧陪我去散散心 那我資料 資料 就讓你花仔來辦吧 你可還沒看呢 我是設計總監 我說可以就可以啊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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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相爱很短 其实有时相处更难 我和你微信的坦然 反面看却也心酸 你又没有像我一样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叶离开北风以后 也别太伤感太悲观 相信爱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的灿烂 哭的夸张 你是答案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Oh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我都要一个人的爱交换 我都要一个人的爱交换 你也没有人的爱交换